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香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肠胃道的健康不仅仅是影响到肠胃道 大脑据说也会影响到肌肉 对 这个是一个最新的研究的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 肠脑轴 肠脑轴 脑部会跟肠道有关联 可是最新的研究发觉说 原来肠胃道也会跟我们的骨骼肌 跟肌肉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个叫做肠道骨骼轴 所以以前肠脑轴 现在是肠道骨骼肌轴 这个原来有关联性的 那怎么会想到说 他们两个之间有关联 因为我们在老化的时候 事实上肌肉会产生一个叫做肌扫症 可是我们老化的时候 肠道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也就是它的肠道菌虫会变成失衡 那这两个不管是肌扫症 或肠道菌虫失衡 事实上它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叫做慢性发炎 这两个就好像连起来 好像是共同都是慢性发炎 那在动物实验发觉一个有趣的事 它想办法让这个老鼠产生肌扫症 可是假设你这个时候 让这个老鼠吃益生菌的话 很特别 它的肌扫症的发生 就会变得比较轻微 开始有一点点意思 就是说好像益生菌 就是补充肠道的益生菌 奇怪 居然肌肉 它的肌肉减少会比较少 那当然这是在动物实验 然后在2022年 有一篇更有趣的论文 台湾国立体育大学 因为黄教授他做的 他把我们中老年的老人家 54个分成三组 18、18、18 那这三组做什么事 他们都做一些激励训练 为期18周 那给他们做什么 那个第一组老人家 什么都没吃 第二组一天补充 200亿只的益生菌 第三组一天补充600亿只 他们用什么菌虫 是我们从台湾的 我们的泡菜里面 萃取出来的一种乳酸菌 所以台湾的原生种 结果过了六个礼拜 居然发觉 假设是吃到600亿只的 这一组的老人家 他的肌肉的增加 比其他两组要高很多 而且统计显著意义 然后再过了18个礼拜 时间到12周到18周 这个趋势就越来越明显 所以未来假设说 我们想要预防肌扫症 除了传统我们都讲说要运动 要补充蛋白质 除此之外 或许补充一点 合适的益生菌 可能对于这个肌肉的增增 也很有帮忙 这个香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吸血管的疾病 事实上真的会影响到循环 甚至就连打呼的人 也会影响到循环跟脚 没有错 因为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王医师在提说 脚脚水肿的话 我们可能 医师会去讨论的各种不同的状况 那我们讲说 刚刚王医师这张图板 我跟他借一下 就是说很严重的肾脏的问题 或者心脏的问题 或者肝硬化 因为白蛋白不够 这些通通会会水肿 那这已经我们肝心皮肺肾 已经占掉三种 五个五脏已经占掉三种 可是我再讲一个 假设皮脏不好 皮脏是讲是胰脏出问题 他假设糖尿病久的话 糖尿病的脚很容易走 那我今天要讲说 刚刚宁官讲说 打呼会不会影响 打呼还真的会 打呼是肺部的问题 肺部出问题也会造成水肿 然后举个例子 有一个六十岁的大学老师 他是被他太太推着来 来看来看门诊 那为什么来 因为他先生晚上打呼 非常的厉害 那他已经去睡眠科 很多有的胸腔科 已经做过检查 他说他是严重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那些医师都建议 他说你应该戴个呼吸器 仰压呼吸器 这样他打呼会改善 对 他先生死都不肯戴 因为一戴上去 他晚上几乎是反而睡得不好 那就寻求说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他说到我们诊来 因为我在节目上讲过很多次 因为这种很胖的人 假设打呼 他减下来可能会好 他来的时候 一个170公分的一个老师的样子 可是90公斤 BMI 31就是一个壮汗 那我跟他抽了血 抽了血呢 他血糖高一点点 105 痰到病没有很厉害 然后三川干油脂 250高一点 可是肝跟肾都还好 心也OK 有时候他爬楼梯也不会传 他只是晚上打呼很厉害 可是这个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 我按他的脚 刚刚王医师讲 我们按是按我们小腿的前面 筋骨前面 一按凹下去 然后叫他说 你低头看看 你的脚就很重 他说我怎么从来没有感觉 他说这个就是你打呼的 留下来的情形 病人一般会问 你怎么知道看到我脚肿的时候 我肺有问题 我说因为你抽血 其他都没事 你肾也没问题 心也没问题 肝也没问题 你爬楼梯没问题 心脏没有衰竭 那个脚肿就是因为 他脚部的水 本来要回去 要回到我们的幼心房 到幼心室 他打要打到肺动脉去 可是打呼的时候 那动脉压力非常大 打不过去对不对 水就寄回来了 日积月累下来 所以我们大概 我们后来在临床上 事实上肥胖医学 我们在看 一个人假如BMI大于30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脚按一下脚有水肿 这样子的话 我们去预测 90%以上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这个很严重 这个病人后来 他真的乖乖的 就因为他不想呆呼吸器 六个月的时间 他减掉20公斤 他在抽血 他血糖从105就降到80 33甘油脂也从200多 就降到剩下110 正常 最重要的是 他太太跟着他来说 谢谢萧医师 帮我们减了20公斤 打呼没有了 打呼停止以后 那太太晚上也好睡多